再来看到的一个问题的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一 那么中国方面是公布了新一组的经济数字 哎数字一看真是不妙 不论是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还是就业还是房地产数据 七月份经济活动似乎是出现了全面放缓 那么小杨呢在今天的这个华尔基焦点节目中 也特别对于中国的经济数字给大家进行了介绍 我们先请小杨来讲一讲这组数据中到底告诉我们 中国现在经济运行的态势是怎么样的 好的我们单纯的说经济的话 其实会稍微有点枯燥 我们举几个可能讲出来 大家会有一个更有画面感的这么一个概念 首先就是现在的中国青年人里面 那么16至24岁的这个青年人里面 每五个人中有一个人就是失业的状态 那么这也是最新的统计局给我们的一个数字 他的这个青年失业率是达到了19.9% 并且创下了2018年中国官方公布 这些数字以来的最高的一个记录 那么把这个数字再做更为贴切的理解是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无论你是研究生还是大学生 你只要在16至24岁之间 你是不被算在这个失业率里面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把学生这些未就业 任在上学的这些人再放进去的话 那么这个失业率会更高 这是一个比较 这是一个我在看这些数字比较留意的一点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 这一点咱们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失业率的定义 那么其实很多网友对于失业率的理解 是有一点问题的 青年失业率破历史新高 我看到这个消息一传出 很快有人说这就是现在的青年已经躺平了 不愿意出去找工作了 青年呀要要这个叫做什么少年强则中国强 那青年的必须要努力 那么其实呢这个是完全误解了失业率的概念 什么叫做失业率呢 失业率的定义是没有工作 但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积极寻找工作 一旦找到工作又会在两周内开始工作 这才是失业的概念 所以刚才小杨解释的非常准确 16到24岁不是说16到24岁的所有人中 失业的是有这个不到20% 而是应届的这个毕业生 基本是这个概念 因为应届的毕业生才会找工作 如果你现在大二人也不找工作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失业的这个数字呢 也是相当可观的 好想继续说 还有一个我比较 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新建商品房的这个价格是 它的降幅也是创下了过去几年以来的最高 那么根据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一公布的这个数据呢 那么7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 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房的这个均价同比下降了1.67% 6月份的降幅则是1.29% 这怎么理解呢 就是先不说那些烂尾楼 也不说那些还在图纸上的那些商品房 建好的这些房子 他们的价格是在降低的 并且它的这个降幅 或者是说 它的这个价格 跟过去的几年以来的这个价格 它是跌的 但是可能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中国一线城市的话 可能不会有这个感觉 但是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三四线的城市 你会感觉到你周围的这些 现房他们的价格可能是不动的 或者是说甚至有下跌的状况 那么我也留意到成都这个城市很有意思 成都这个城市是在几个涨价的 涨价的这种城市里面比较突出的 成都的房子一句话概括 就是它现在变得更值钱了 成都的房子为什么会变得更值钱 这个我还真不是专家 你要我这么说的话 就也只能我联想到之前 你肯定看过这种中心迁移 或者说成都要发展自己的这种 IT产业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工业 那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们想搬到成都去 因为不仅是成都的东西好吃 那边的更好玩 也是因为那边的生活成本 可能会更低一点 OK所以我们就看到供需之间 可能会产生这种价格的变化 那么在关注到这一组数据的时候 有几个要点我也留心到 首先呢先说让我自己觉得比较惊讶的是什么呢 就是工业产出和出口这一块比预期低了那么多 那么也知道自从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 其实工业产出和出口一直是增长的亮点 那么特别是今年春天的时候呢 是有一段时间较长的封锁 那么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旦解封了之后 工业产出是应该大幅反弹的 这一点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供应链之前的瓶颈得到了解决 一般来说呢是以产出出口带动复苏 会形成中国下半年复苏的某一种态势 结果大家数据一看反倒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外界普遍预计这一点呢是跟中国自己没什么关系 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原因 现在呢西方国家消费者感到价格上涨了 西方国家呢不管是美联储也好 还是欧阳行也好都在上升利率 所以呢对于西方的消费形成了一个压制 因此对于中国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出现了疲软的趋势 这样通过产出这个数字呢 我们也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 这个此消彼长谁也脱离不开谁 另外一个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呢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动作 是把一年期的这个中期借贷变利率 还有七天期的逆回购利率都降低了十个基点 尽管此前银行分明一直传出的消息是不会进行降息这样的举动 但是说到这一点 我们也要讲一讲中国人民银行降低了两个关键性利率 能不能对经济起到刺激作用呢 如果你去问一个经济学家 一般来讲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降息啊 实际上本质上来讲 它的这个运作方式呢 是通过降低资本的成本 也就是说 如果企业觉得原来的资本成本太高了 那么不愿意去进行生产投入 现在呢 你把这个这个这个资本的成本降低了 那么可以进行更大的扩大再生产的活动 但是我们也知道啊 现在中国这个经济的问题呢 不在于借贷成本太高 而是在于消费的意愿不足 或者是说需求的疲软 此前的企业和家庭减少借款 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经济预期的某一种不确定性 以及疫情造成的封锁 导致对于正常消费活动的破坏 与这个高昂的投资成本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且呢 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息了之后 还会产生一个几乎是避免不了的效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人民币的下行压力 那有人说了 哎 贬值是好事啊 不是出口就可以增加了吗 的确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现在中国经济疲软的关键不是因为出口不足 而是因为消费不足 那通过人民币降息呢 一方面对于出口有刺激作用 但是呢 也会损害中国家庭的钱包 让进口消费显得更加的昂贵了 因此呢 对于消费其实是一个逆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就说了 现在这个降息呢 似乎不能对整个经济起到很好的复苏作用 中国现在的经济数据又是全面的跌破了预期 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中国经济尽快回到轨道上呢 一般也普遍认为啊 带动中国经济刺激的 其实无非还是通过建设 而这个建设呢 更多的可能就是要由地方政府来牵头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基础设施的钱从哪里来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融资是面临困难的 第二点就是你这个基建是不是会导致中国的债务继续上升 又导致原来的这个整个经济的金融杠杆率 逐渐更大的不稳定 那么这呢都是必须要平衡解决的难题 另外一个关键的数字 其实就是有关于失业的数字 那么刚才小杨呢 其实也为大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在这里呢 我再为大家补充几点 为什么说青年失业率这个数字特别的重要呢 有关于失业率 其实此前呢我们也多为大家关注 那大家很清楚 现在中国之所以就业出现了问题 其实无非于就是之前疫情封锁导致企业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生产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那我们也知道啊 全球三个主要经济体中美欧 在失业率这来看呢 其实差别不大 欧洲大概是6.2% 中国大概是6.1% 美国大概是3.6% 我看到这个是4到5月份的数字 那么最新六七月份的还没有看到美国和欧洲的数字 但是从青年失业率这个角度来看啊 中国现在呢已经是将近20% 欧洲大概是14%左右 美国这个数字呢是8%到9%之间 中国呢是明显高于美国和欧洲 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在有这么严重的青年失业的问题呢 我们先说为什么就业对于中国这么重要 那我们也知道啊 今年由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经济遇到了内外逆风 那么此前呢在定目标的时候就已经说 说经济的底线是保就业 只要就业不出问题 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 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消息放出之后呢 大家普遍有两个理解 第一就是GDP五点五的增长目标 是不是软性放松了 第二点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清零政策还会继续 因为啊这个只要稳住了就业 那么增长的高一点低一点 无所谓我们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 但是现在看来如果就业保不住了 那么中国这个经济啊 从账本面上看就很难看了 为什么说就业这么重要呢 其实这涉及到就业和GDP增长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经济上有个弹性系数的概念 在中国来讲这个就业和GDP的弹性系数大概是多少呢 就是GDP大概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的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要完成一千一百万青年人的就业 那么至少GDP要拉到五个百分点到六个百分点之间 那么尽管我们现在不提这个GDP的目标 你要保住基本的就业面 你必须得有这样的增长 就现在增长是一片疲软 现在看来的失业数字又这么高 这个失业数字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是不是中国的就业面出现了基本问题呢 其实刚才小燕也简单提到了一点 就是失业率走高以及包括房价都涉及到一个基本上经济学上的概念就是供需 那我们也知道啊这个青年就业这个就业的来源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应届的毕业生大学的毕业生中专的毕业生以及大专的毕业生 这是十六到二十四岁毕业生的主要来源 那我们也知道那么今年的由于之前高校扩张以及其他的因素 应届毕业生的人数是历史上最高 这呢就导致了青年就业的需求是十分之大的 但是现在岗位的供给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疫情期间由于出现了严重的封锁 对于第三产业打击尤为严重 随着第三产业服务业就指的是比如说教育咨询啊教培啊餐饮啊文化娱乐啊这样的行业 本来这些行业就是吸收应届毕业生年轻人就业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吸收口 现在这个行业是受到打击最严重的 那么显然啊对于青年就业岗位的提供对于供给端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呢进一步增大了青年的失业率和整体失业率之间的差距 这也是另外一点我们为大家补充的 但是看到青年失业率数字将近百分之二十历史新高了 大家是不是要特别担心呢 这里呢也让大家稍微安心一点 因为青年就业这个数字也有很大的我们叫做季节性波动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找工作不是每个月都去找工作 一般来讲的是暑假的时候集中的大学毕业生去找工作 五月到七月到八月 因此啊即使是在一个正常的年份青年失业率也会在五到八月暑假期达到某一个高点 所以经济学普遍预计啊大概七月份这个高点的数字 可能在八月份还会继续保持某一种高点 但是到九月份十月份那么呢随着暑假的结束应届毕业生被消化 大致呢会出现一个回落的状态 但是即使是比较乐观的经济学家也预计啊 青年失业率恢复到较为正常的水平 可能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 因此这样来看啊 今年整个的这样一个就业压力仍然是十分显著的 那么有关于就业的问题啊 如果未来有机会再为大家详细进行解读 特别是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超过了一定范围之后 这个国家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叙利亚内战之前青年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那么青年的失业与社会动荡啊是成直接的这样一个正比关系的 那么在此前欧洲出现了经济危机 欧洲出现了这个债务危机的时候呢 最明显的就是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南欧国家 他们的青年失业率突然飙高 因此青年失业率突然走高 往往是社会不稳定或者是更深层次危机的某一种前兆 但是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啊 我们时间有限今天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刚才小杨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中国的房价的问题 那我就想到此前华尔街日报报导 说中国呢是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征房地产税 当时呢习近平就指派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韩正来进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房地产税的政务 结果呀消息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说在这个内部的辩论中啊 有关于全面征收房地产税的计划 就遭到了党内精英的压倒性的负面反馈 大家认为呢现在征收房地产税不但会压制房价 也会导致消费者支出下降严重损害整体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